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次的漫迷早晨節目 今天就是我們重新出發 剛剛那場球, 雖然是和球來的 但感覺上超級像輸球 想跟大家說一聲, 昨天我是非常非常失望 失望到一個點是怎樣呢 我昨天做了幾條影片之後 基本上全天都沒有看過漫聯的新聞 大家熟悉大包都知道 我每一天都很難不看漫聯的新聞 我想這幾年做節目都試過一兩次 昨天真的很失望 其實失望是因為 上半場球隊的表現真的給了一些希望 因為老實說, 愛華頓已經擺明首理 但我們都可以拿到兩球 總之兩球入球都是清脆利落 並不是拖來帶水 當然, 有朋友說得很好 臨完上半場的尾段已經給了我們一個警號 DCL有一個單刀, 幸好他們射出界 但想不到下半場 我們這麼快被人追回兩球 但是, 還有能力去領先這一下 去到最後一腳 竟然這樣不集中地 還要說真的, 我想以後都不太敢分享我的中學的踢球經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有一個很深刻印象的同學 亦都是隊友 當時舉手, 記不記得 他就是我們當時的清道夫 舉手叫我們殺 結果他就是舉著手包月位位 想不到在我們萬聯的球 都可以看到 另外, 其實都不是新鮮的事 因為, 記不記得巴薩克舒熙那場球 首角球完全沒有人手 單巴巴就已經知道 說真的, 我們的後防可以幾頑都有 至於很多朋友說 誰誰特別差 老實說, 整條後防先 每一個球員都暫無狂態 包括中場的防中 因為, 我們下半場一開始失去那兩球球 就是 完全是令到大家 即是, 發覺那些球員好像在做夢 真的夢遊球場 而且, 也不是第一次 OK? 所以, 大家說真的 我們作為萬聯球迷 輸了一場 不是, 其實只是和了一場球 看到, 利物浦都輸得那麼噁心 你就知道, 今年的英超 是多麼混亂 OK? 好了, 今次我題目要寫 我一定要再談今年的英超 萬聯的增標形勢 很多朋友聽我說 都明白我說什麼 但有個別的朋友 或者一些新的朋友 會和大家說 喂, 大巴 怎麼贏冠軍啊? 萬聯今年的環境 這麼穩定 首先我要重申一次 跟大家說 我心目中 萬聯是增標分子 但是 今年如果萬聯真的得到的話 那個幸運成份是相當之高 正正是因為每一隊球隊 都有打得不好的時候 每一隊球隊都有一段時間 不斷失分 我們萬聯現在就是一個 不斷失分的日子 因為我們四場球中 和了兩場 輸了一場, 贏了一場 總共失了二、四、五、六、七分 但是 今季 大家看看榜首的五隊球隊 萬成、萬聯 里成、利物浦、車仔 或者再落一點的 比如 維拉、熱刺、諸如此類 有哪一隊 包括萬成 未試過連續失分 萬成開 這個時候 也是有一段時間失分的 大家想想 你看到萬成 現在已經和了五場 輸了兩場 所以大家記實記實 我再重新說一次 尤其是新朋友 希望大家明白大家的想法 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最重要 就是 咬住 綁手 三至六分的距離 我們現在都勉強叫做到的 因為萬成還有一場 未踢 但那一場 他一定得到三分 誰敢寫包單 今年這樣的環境 對不對 所以 直至到三十場球打後 才可以認真地看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追到 你看看現在的情況 老實說 我們剛剛說 四場球失了七分 但竟然我們還是排在第二位 是實實在在排第二位 你看看 我們李成、利物浦、車仔 全部都是踢了二十三場 而我們有四十五分 領先李斯特成四十三分 領先利物浦五分 而李成呢 剛剛上一場球 也是和球 和了狼隊 反而追上來的是車仔 OK 老實說 如果萬聯現在站在聯賽榜的第二位 而我們的入球 是全聯賽最多的四十九球 我們的心態都要說 哎呀不是呀 差前四保前四就算了 這個是萬聯的心態 剛剛2月6日 2月6日 就是暮尼克的日子 我就經常都說 這一天很重要 因為每一年我都用這個時間去反思 為什麼我喜歡萬聯 和大家說過 喜歡萬聯就是因為萬聯的精神 我在2月6日那條片 已經披了三次了 都是說我喜歡的萬聯精神 有五樣東西 永不言敗就是我們其中一樣東西 喂大哥 站在第二位 聯賽只踢了二十三場球 你投降 不是吧 你是萬聯的球迷 不是吧 不不不 搞清楚 萬聯球迷沒有認證的 你認就是就是了 OK 不過如果你真的喜歡萬聯的精神 如果你真的喜歡萬聯的精神 在現在這個時候 你是投降 說沒有聯賽錦標 是沒有機會 我會有點奇怪 尊重你 奇怪 我就不會這麼想 OK 但是 再說一次 我不是說 怎麼說 傻傻傻白癡 亂地覺得自己的球一定贏 只不過 是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說過 今季呢 是每一隊球隊 再說一次 包括萬成 都試過有一段時間 連續失分 所以 只要我們保持到 那個三至六分的距離的話 再加上 大家記不記得去年 我們怎麼得到第三 是臨尾那裡 又是砰一輪十幾場 為什麼歷史不可以再重複呢 我們萬聯就是要 萬聯打不死的精神 大家這些事情 記不記得 最後 我還想說一件 我們 今季 不是不是 最後再說兩件事才對 我們大家明白到 蘇斯一查 每一次 做到一個特別的 反底 連續去長勝的話 是什麼事呢 就是有一個 新引入的元素 OK 那現在基於我們 那個進攻 都算是不錯 但是防守就脫流 那其實呢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的 防守短期內 是不可能撿得正的 人就是這麼多了 雙的雙 法王的法王 這個很難受 唯有就是進多些球 而進多些球 就是看看我們接下來 還有多少場球 38場 就是還有15場球 我們可不可以引入一個 因素去令到我們進攻更加強勁 包括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就是雲迪璧 是不是可以在這段時間 融入球隊成為我們的X Factor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更加大的X Factor 就是什麼 阿瑪迪亞路 OK 這位球員 大家在於23已經看到他的情況 當然 我們很認真 很現實地知道 於23和英超的級別是很不同 但是 這個小子 於23肯定是超班的 超級多 我們不知道 有沒有機會在英超上到 所以我們要看看蘇斯一層教練團隊的安排 還有他們有沒有可能令到他可以提升到 這個是要考功夫的 這個就是看看我們究竟相信 蘇斯一層教練團隊有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有兩張牌 就是雲迪璧 還有 阿瑪迪亞路 如果這兩張牌可以打倒的話 我真的想不到 為什麼大家要這麼灰心 說自己挑戰不了聯賽冠軍 第二件事我想跟大家說 心態上來說 如果我們只是保住前四的話 早兩季的前四恐懼症就出來了 我真的有一個很深信的一件事 這一屆你爭前四和爭冠軍 那個需要的東西不是爭很遠的 所以基於這個因素 我們更加要用一個爭冠軍的心態去踢每一場球 因為這個反而是保前四最穩陣的方法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說什麼 看了這幾屆 剛剛對上那幾屆的蠻人 你想想如果你的心態只保住前四 你就真的很辛苦 我們前四恐懼症都恐了兩年 去年才叫做衝破了一點點 到最後的時候 頂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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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捱回來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一路 今季其實一路都是這樣想的 一個看法 為什麼自從我們1比0贏了Bernie 上了榜首之後 我一直都說 一定要保持著我們有爭錶的心態 如果不是就前四都沒有 最後了 今次真的要多謝兩位球員 說真的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我們季初的時候說過的 我就很認同 我們其實是中右球隊 我們沒有什麼特別的板斧 其實都是靠禮審的 你想想到到以後 我們開季初的時候 覺得自己是中右球隊 到現在 都不是太穩定 都是靠禮審 但是禮審的次數 和禮審的方式 是否越來越成熟呢 大家自己問自己 不需要回答我 其實我覺得有兩個球員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球員的心態上 好像我昨天的第二條片這樣說 我們的心態暫時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一個 很有決心的心態 還有一個穩定地 知道自己要贏的心態 但是有兩位球員真的很好 就是Bruno和McTom 這兩個人 真是很有打不死的精神 真是 未到最後一秒 都不肯放棄的球員 我就很希望 他們兩個 可以在接下來的賽事 或者餘下 繼續在曼聯的日子 可以感染到多些其他球員 都有這個心態 未到最後一分鐘 都不能夠放棄 其實踢得曼聯 就應該有這個心態 但是 人是個個都不同的 有些人就會強些 有些人會弱些 所以 我希望 這兩位球員 可以令到 其他球員的打不死精神 都可以提升 OK 以上這一節 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對於現在 這個球櫃 英超 我的看法 大家不需要一定認同 我也不是想說服你 不過是真的很想分享 昨天我失望了一天 整天沒有看過 霸聯新聞之後 昨晚睡不著 想到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拜拜